你给我发信息了 是不是 对啊 哇塞 你在后面追我啊 我说在这边休息一下 你也不说一下 我还之前看着你爬坡呢 你看着我爬坡是吧 没有 我才刚刚跟过来 刚刚跟过来 哇塞 你这装备好厉害哦 你这个都是 你也是自驾游是吧 对 也算是自驾游 这位弟兄在抖椅里面向我留意 追上我了 看你爬坡去的 我一直都爬过来了 对啊 半圆半圆 你爬坡怎么样 我这个爬坡肯定可以啊 看你那个 看我这个啊 你说你那边过来坡多了 那边坡过来肯定多啊 那我就是怎么过来的 就是这样过来的 接下来还是坡 你看这个坡 累吗 你怎么说呢 你时间久了肯定会累啊 就是费不费力啊 费不费力 时间久了他就费力 时间久了他就费力 时间久了他就费力啊 时间久了他就人 他是有耐力的嘛 但是不代表他爬不上去 他有劲 他有劲的时候啊 你就跟着做见证啊 这位弟兄做见证啊 看我怎么爬上去 这么大一个坡 在镜头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镜头里面很难看不出来 镜头里面像是平路 但是没关系 我先摸一下电机烫不烫 先摸一下这后面控制器 OK 不烫 再摸一下电机 不烫 没有问题 好了 那我们就走吧 你跟着我啊 好 我的电量是80% 兄弟姐妹们看一下 刚才是79% 我爬了爬坡 今天差不多爬了50几公里的坡了 电量还有80% 接下来就爬吧 走 照一下那位兄弟 说那根上没有 现在是爬坡阶段 前面进入庐山隧道 这个隧道太长了 差不多有10公里啊 里面全是灰烏蒙的 不知道这个是灰还是什么 这个隧道差不多有10公里左右 都看不到头 起码走了两三公里了 全是灰啊 这个是灰 不知道是灰还是什么 灰 灰啊 走吧 在这个隧道里面 憋死我了 全是灰 二位兄弟了 二位兄弟出来了 二位兄弟出来了 全是灰 进去啊 可以没有地方可以进 我来使劲啊 兄弟姐妹们 这可以 我来用一下鲁芝生的力量 odg holdage 大根 coding 加油 可以啊 可以了 等一下你就滚回原 me 就不会滚了吧 明天来滚 好 大哥们 谢谢 你从那里过来啊 从武汉 武汉 到哪里去游游 去西藏 西藏 对 我这点蛮力还是有的 使上了鲁自身的力气 有水 有水吧 有水 有水 我们就在那个平位置嘛 在那个平位置上 对 是因为这里泥水 禁 就到了 对 他说过去前面一个镇上 一公里一公里左右 车子骑不骑过去 可以啊 不用骑 不用骑了 不用骑啊 不用骑也可以 那我把东西拿起 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 兄弟姐妹们 走 我们去前面小镇上吃一点 然后车子就放在这里了 铁锹 那他跟他讲 握着这里 铁锹 你在这里看好门 我一会带吃的回来给你吃 听到没 好 在这里开好门 哪里都不要去 听到没有 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吃饭了 一会给你带一点东西回来吃啊 晚上和这位兄弟在这里吃饭 差不多 兄弟姐妹们 我们先开饭了 还有菜没来 然后肚子饿瘪了 先吃吧 好 先吃啊 你一般中午的话 自己说话是吗 你把谁也在外面吃的 中午啊 中午你就在外面吃 基本上都是晚上做 晚上做 我们都吃好了 吃饱了啊 我们也该走了 然后 给铁锹也打包了 铁锹给他打包了 搞点青菜肉 搞起来给他 平常是为了吃狗粮吗 给他狗粮也吃饭 也给他吃饭是吧 对 狗粮饭都吃 他这个不挑食 他这个不挑食啊 这个镇子叫 叫什么什么潮啊 万潮镇 万潮 对 回到露营地了 朋友们 然后铁锹给他吃饭 买买一碗 这吃的爽歪歪啊 这位兄弟是一位魔女 江西的老表 然后他搭帐篷 好麻烦啊 你看 特别的麻烦 帐篷 哇塞 你这帐篷还是蛮好的 这个帐篷 有点重啊 有没有20斤 有 有20斤啊 哇塞 他就是一辆这个摩托车 拉着这些 两边 一边一桶水 然后这些 这是防水包 就是 就是 哎呀 我感觉还是我这样方便 兄弟姐妹们 兄弟姐妹们 我感觉还是我这样方便 真的 走到哪一停 这里就是家了 门一开 往里面稍微简单的收拾一下就可以睡觉了 这位兄弟还在 还搭帐篷还选地址 每天还选地址吧 啊 搭帐篷每天都要选地址吧 啊 选地 选地点 每天找地点啊 找不到好地点的话 麻烦的要死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还是换 换一辆我这样的车吧 轻松 简单 吃喝拉撒 方便 现在我来提桶水洗澡 我先去找水 哇 有水有水 太棒了 哇 换了接 感觉要停的一样 还好还好 接满了 接满了 嗯 洗澡 我澡都洗好了 这位兄弟 赵门还在大 不防照电了是吧 你这个帐门还可以 啊 这帐篷还不错 有这么大 像个小房子 那下雨也没事 有事 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已经让我弄坏了 弄坏了是吧 嗯 都已经烂了 都漏水了 嗯 空间很大 水在里面 这空间很大 这房头垫 我来换衣服了 我洗完澡 我衣服还没换 我那个桶还在那里面 补换好 准备洗衣服去 香皂洗衣服 对啊 这些晒衣服 啥子都方便了 现在衣服晒好 把这个 把那一块充满电的 哎 铁锅 弄 弄开 充满电的 换到这个电池上面来 这个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就开始可以给它充电了 反正一个插到这边拔过来 拿到那边拔过去 既然换住充电 这就可以了 对 给它插到位 一定要插到位 好 OK 把我的鞋子趴走了 去睡觉 去 现在到床上来了 这里睡觉好舒服啊 这个贵州的天气好凉快 晚上 风扇都不需要了 真的 晚上的灯也特别亮 这边没有蚊子了 凉快的蚊子也没有了 好吧 我这个灯都用不上了 这个灯 这个充电 晚上充电 我这个线搞的 都不知道怎么规划一下了 这个电基本上是满电 满电 把它关了 只要这个开关打开就行了 这个 这个开关 这个打开呢 就是通这个电 然后这个打开 是通这个电 这两个茶座 我基本上都没用 这两个可以是烧煮饭的 炒菜煮饭都可以 这个带得动 然后这个是这个灯 这个都是我弟自己做的 手艺特别好 然后这个是我的太阳能的线 这个是我 太阳能 这个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这个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插USB的 就不需要经过它来充电 直接从太阳能里面来过来 跌脚 跌脚 哎呀 风吹开了